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哦 是照着去做就蒙福 婚姻家庭会有路的 会有盼望的 婚姻是什么 圣经讲到说 神所设立的婚姻 起初神造人 造男造女 然后男女有别 我们要学会永远不把对方拿去跟别人比较 不但如此 人要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是学习独立 要结婚就要学习独立起来承担责任 孩子要学习独立 父母亲我们也必须学习 放手 让孩子去学习独立 接下来呢 二人成为一体 很多人以为二人成为一体 只是讲到一个性的关系 但是婚姻里面的一个重要属灵原则 一个人不是只有一个身体的欲望 不只是这样 面对婚姻也不只是解决我的性欲 不是 婚姻是什么呢 婚姻是一个全人 二人 合一 那个二人成为一体 包括身 心 灵的合一 既然是身 心 灵的合一 真的不能够只关键在身体这件事上 有的人讲说 哎呀 结婚一定要先试婚一下 他说你买东西都有试用一下 所以呢 应该试婚一下 那去试试看彼此在性的关系上 能不能够配合 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就把婚姻看得太肤浅了 婚姻真的不只是一个性的关系上的配合 其实在婚姻里面 多少 有多少对夫妻后来闹离婚 是因为真的性的关系不协调 恐怕更多的是在相处上面 在价值观上面 更多的时候夫妻闹 后来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不是性的问题 是思想的问题 是行为模式的问题 所以婚姻的二人成为一体 其实可能更多需要学习适应的 还不是两个人的性关系 而是两个人的身心灵 灵里面这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心灵相通 我们中国人最会讲这句话说 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跟我太太好像灵里相通 她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我看她一眼我就明白 那是一个多美的一个灵里的关系 属灵里面 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属灵的认知 我有没有共同属灵的信仰 然后在魂里面我们的思想感情 你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你知不知道她是怎么看事情的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年轻的小朋友在教会里面 他们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我都要鼓励说 谈恋爱要去找一个 教会里面的一些哥哥姐姐 一些辅导们成为你们的属灵遮盖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很多年前不会谈恋爱 那怎么会谈呢 我们很会谈啊 我们看很多电影 我们交友烤肉 我们一起去唱歌 我也觉得谈恋爱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去烤肉 不可以去唱歌 不可以去看电影 但是要会看电影 我举个看电影的例子是说 常常两个人一起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看了上百部电影 但是两个人都只是对着荧幕 所以对荧幕上的东西很熟悉 可是跟一起看电影的另外一个人 并不熟悉 看完电影之后 应该两个人坐下来谈一谈嘛 谈一谈 对这个电影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剧情呢 后来对男主角这样的做决定 你觉得呢 后来的结尾是这样结束 你有什么想法 这就是知道对方真正在想什么 这才叫谈恋爱 恋爱是用谈的 恋爱不是用看的 恋爱不是用只是感觉的 我喜欢牵你的手 我喜欢抱抱你 恋爱是用谈的 要听一曲去唱歌也没什么不好 唱完歌之后要谈一谈说 这首歌的歌词 他讲到的一些东西 下个男人会更好 这个观念你到底觉得赞不赞成啊 恋爱要用谈 这才是身心灵一步步走向 全人的二人成为一体 你会不会谈恋爱呢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我求你真的带我们进到真理 真明白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极大的帮助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下次一起看完电影 谈一谈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